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诚 欢迎收看通灵博的六十四页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 我们的最佳男主角 就是我们的通灵博 也是邝邝儿子教育基金会的 董事长蔡赫诚 蔡老师 蔡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呢 是我的搭档主持人 是我们的东东 就是邝邝儿子教育基金会的 执行长张东秀 阿诚好 大家好 老师您好 好 那今天呢 要跟朋友们来探讨的一个主题 就是蔡老师 我们知道 真的最近几年来了 其实整个社会心态的一个转变 所以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大家都邪气方干 甚至呢 有时候去唱唱歌啦 或是去喝喝酒啊 结果呢 就造成了一些不幸的事情 斗殴啦 甚至还有杀人啦 什么的这些的状况 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 其实让人家有点忧心忡忡 蔡老师你觉得这种现象 应该怎么来解读呢 嗯 暴力的现象 跟这种毁变的现象 在社会来讲 越来越严重 对 那为什么 这个代表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 没有慈悲心 没有教大家基本的做人主事的道理 所以在监狱里面看的特别明显 你看我们从南到北 每天发生了这么多这个意外事件 凶杀案啊 这个那个等等啦 那你说这些案子怎么会产生呢 都是我们人的因素 嗯 那你说有时候用暴力的方式 毁了一个人的生命 有的是不是暴力哦 可能是用一个不当的手段 譬如说我讲个故事说 两个高雄医学院的大山的学生 为了争那个女孩子 对不对 争吠吃醋啊 诶 那个男孩子男同学 竟然设计他同学到他家里来 然后下毒药 给他同学吃了 把同学毒死 那毒死以后呢 他认为毒死以后 这女孩子属于他的 结果后来呢 大概律师跟他讲说 你可能有问题 这个一定淘得出来嘛 对 结果呢 后来这个男孩子呢 忽毒自杀 你说这是暴力吗 其实平时比暴力还恐怖 不就是价值观扭曲了 不是 这为什么比暴力还恐怖呢 你将来当医生 你可以下药毒死你同学 你将来当医生 你怎么可能会对病人把病治好 对这个念头是一样嘛 你今天如果你有悲心悲怨的话 你绝对下不了那个药 因为要毒死一个人 不那么容易啊 对 各方面那是你同班同学 有跟你深仇大恨吗 那你大概没做医生 你现在是个学生喔 你就这么狠毒 你将来当医生以后 你怎么可能有悲心悲怨说 这个菩萨心或是说 去救人 对 弦虎济世救人 不可能嘛 医死一个人 他有什么感觉 这个可能也是他的血气方刚 对 当然我们要追根究底 正本溯源来说 这个是不是因为 当然我们现在的接触面比较广 网路也很发达 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教人 如何去害人的这些的资讯 再加上现在其实有很多 社会上的父母亲 可能都是为了生活工作 双心的家庭 然后疏于对孩子的一个教导 或是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的批变 比如说一切以唯利是图 看浅为重 所以这一些的价值观的 一个混淆跟改变 是教育的本质出了问题 对不对 真的 因为什么 你看前几天就好了 二十几岁的一个先生 跟他二十岁的女孩子 两个夫妻吵架 那先生可能外面 常在外面酗酒 回来夫妻吵架 吵架闹到最后 身体家暴 身体家暴以后呢 后来这个老婆就带了 一岁的儿子回到梁家 好 有一天 那个男孩子追到梁家去 然后进去 他的儿子还 那个小孩在旁边 他用那个美工刀 把他老婆戳到前身从头到尾 戳了不知道多少刀 戳完了把老婆拉到房间里 你把老婆戳起来 然后这男孩子都扬长而去 你那想 你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这么狠 那是你老婆呢 对不对 你说那个暴力吗 很残忍 小孩在旁边 这都有什么心态 因为曾经相爱 对 而现在又爱不到 变成由爱生恨 对 那这个我比较担心的 说真的 这个事件之后 或许已经造成了一个伤害 是两个人的伤害都有了 但是对小朋友的伤害 那是一辈子抹灭不掉的 对 而且不只对小朋友伤害 对社会面的负面教育 因为年轻人会学 对 他不够申请就家暴 这是要想要离婚而已 就一个离婚就连命都没有了 就没离成是吗 哪有离 他根本没有离就把他宰了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么狠 那怎么会这个事件 暴力这么严重呢 你说这个人没有读书吗 没有受教育吗 不是 因为家庭教育失败 父母就没有好好教育小孩子 对不对 今天才会造成小孩子 去伤害别人 伤害不是别人 是你的媳妇 是你老婆 对 还有这里小孩子旁边 这样把自己的妈妈杀死 那是你生的小孩子呢 那小孩子以后怎么办 你说他不懂吗 小孩子又有灵心理 当然懂他哭啊哭啊一直哭啊 是 对不对 其实碰到这个家暴 我们在运游院也看到 但是就是要赶快 让这个母亲跟父亲 保持一些隔离 隔离 对 孩子也要送到运游院去 差时讲的这个我觉得想到了 我自己亲身去采访的一个新闻 大概应该是八十几年 民国八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林口 林口有个案子 然后他是爸爸妈妈都非常宠爱这个小孩 当然家里也有一点钱 结果呢他就是攻击这个小孩子 他每个月都给他生活费不上 可是呢这小孩子呢久而久之就认为 予取予求 我要什么东西你爸妈就应该给我 当然他爸妈也都会给他 可是有一天呢他回去要不到钱 然后结果他就把他爸爸找了几个朋友 交到不好的朋友到家里有男有女 然后好几个人联手把他爸爸妈妈杀死了 这个案子在林口下福 然后当时震惊了整个社会 真的还杀了一百多刀 就是因为要不到钱这样去做 那你看这一种价值观 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强调 爱的教育 但是呢以我们的年纪来讲 当然就是比较大概中年以上的年龄来讲 我们以前的教育都是父母亲适当的打骂 学校的老师也应该适当的体罚 对以前有啊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当然我们只是说来探讨 到底是要爱的教育呢 还是所谓的铁的纪律 然后用这种方式 哪一种比较好呢 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打骂或爱的教育 其实不如真的好好的注意家庭教育 跟学校教育 你讲这个事情层次不穷 你看几年前 太多了 立业坛一个年轻人丑头的同学把他爸妈杀了56刀 然后你看两个父母亲都被他杀死了 也是为了钱而已 为了要钱啊 现在更可怕的是 现在吸毒越来越多 所以吸毒拿不到钱 就想办法逼父母亲给钱 那不给钱就杀 你刚刚讲的例子会不会也是 不是 那是逆爱 逆爱 现在吸毒更严重 吸毒只要没钱就想办法杀人要钱 跟父母亲要钱 要不到就把宅了 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到这种地步 这个就是我们教育出的问题 因为我们教育以前 有四书五经 文与梦子 还有风鸣道德 叫我们生活与荣利 这个孝顺 尊师众道 孝顺父母 现在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 现在是功利主义 从小学开始 都没有这些养人教育 这些基本的做人道理 家庭教育又失败 宠爱小孩子 剩一个两个 要五十块给一百块 好 到学校教育又失败 又没有教他做人处事的道理 好 当这小孩出的社会 从小学到大学 没有做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他自己最大 然后变自私自立 自私自立大学毕业以后 不管娶老婆 有没有娶老婆 就是自己为中心 他不会去别人找 想说娶个老婆 我要为老婆着想 为小孩着想 尽责任 就是一个好好的父亲 现在不是他最大 所以这种社会形态 变成社会已经变成是 非常非常荡然无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整个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轮上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恶性循环 你有没有想到 当社会的 当然媒体也要负担一些责任 不断的报导这些负面的一个新闻 那我自己当然以前我是媒体人 我会感觉 这样的负面的新闻 虽然看在父母的眼里 目前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实际上这个资讯接触久了以后 你看其实间接直接的会影响到什么 你看现在很多顶客族 好 我干脆结婚可以 在一起可以 不要生小孩 还有要不然就是 同居 然后再不然就是 婚姻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我动作我对你不爽 我就跟你离婚了 所以离婚率高 出生率低 然后生出来之后 教育要不然就是一个 然后就溺爱 你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其实导致下来的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 当然你说今天社会是不满足吗 其实不然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譬如说我要去跟一个总裁 募十万块募不到 有一天我看到电视出来的时候 他对前世美女讲说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嫁个女儿才给一百二十五亿加装 没有听过 嫁个女儿给一百二十五亿 你我都给不出来对不对 好 给了多久 一年 今年闹离婚 闹离婚呢 那南方还要求赛养婚 你不讲 因为一百二十五亿婚一半吧 我给你这个为什么很简单 那这个明明是 相处了七八年恋爱结婚了 那怎么会给了一百二十五亿还不够呢 你只给钱 你没有给他基本的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 就是所谓我们一般所谓家庭交易 社会交易等等 你没有给他这些东西 只以为是钱就可以 婚姻美满 错啦 这个事实发生了 你看现在闹离婚了 一百二十五亿嫁妆 多不多很多啊 一辈子花不完啊 对 但一年就离婚 对了 还有跟离谱呢 这也算什么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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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儿子结婚 娶了老婆 好高兴喔 很漂亮喔 你看过没年了 又给他干掉了 离婚了 又娶一个日本的 又把他离婚了 那你会觉得 儿子这样子 女儿也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很奇怪 问题在哪里 家庭交易 你做爸爸的 是不是当做表率 你做爷爷的 是不是当表率 现在起一个恰恰好 起两个也不多 起三个五个也不足 谁有钱 就观念 就价值观嘛 价值观扭矩嘛 所以以前我们的所谓的 三纲五常都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 那这个是很令人忧心的 一个问题 超市你觉得呢 如果说身为父母 你自己 我知道当然你的公子 跟女儿 都教育得很好 也非常有成就 那就你的教育的模式来讲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给我们 观众朋友 大家一些的见言 我觉得是这样的 应该像中国大陆一样 从小时重视地质规 地质规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地质规太上感应天 让这些人懂得什么 叫伦理道德 懂得什么英国 那如果大家如果相信英国 懂得 论理道德的话 今天你这个 不道德的事情 你就少做 你的念头就减少 但是如果我们教育 不加上这些 基本教育存在 只是给他知识 读到博士 读到博士都没有用 对不对 博士照样离婚 可见就是说 我们教育是不是真的出很大问题 为不台湾离婚率这么高 台湾社会担心这么多 然后社会这么多优异 这么多小孩子 那为什么社会出的问题这么严重 跟古代的社会怎么落差这么大 不是 因为现在社会里面不重视这些问题 因为最重要政府也不重视 对不对 教育改在教改改了半天 改越改越严重 为什么 改到现在呢 大学找不到学生 对不对 再改 那你说市立大学现在到哪招生 招不到人啊 大学要合并啊 公立学校 连博士班都招不到人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非常严肃的课题 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不好 教育失败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对不对 你你想想看 将来这个 这一小孩的 有没有国际观 国际竞争力 没有国际竞争力 你就在这里死乌桶里面 你跟我躲啊 对 所以现在为什么 22K不要跑去国外打工 跑到澳洲 跑到新加坡 跑到大陆去打工 为什么 因为那边可能是28K啊 可能是32K啊 有没有人去 多的是啊 越来越多 不只啊 到澳洲的话 到农场去 去摘水果 去摘水果 摘水果 或是所谓的 做肉的一些处理的那个 PD 就是兼差的 打工的话 一个月大概 8万到10万左右 对啊 但是那都服务业 对对对 没错 但是 那不是好赚啊 要多赚一点钱啊 但是他是以钱为出发点 但是我们好 言归正传 刚刚我提到的 老师你认为 爱的教育跟铁的纪律 好 那我是不是应该 现在体罚也不能啊 要不然体罚他 然后小朋友就开始告你啊 跟老师讲 老师然后就跟教育的 社会局讲 社会局就来辅导你说 你为什么打小孩啊 什么样的 你觉得呢 适当的体罚 是不是应该合理 我觉得体罚应该的 父母体也适当 要体罚小孩子 不用打的 华贵 就他跪在佛堂 跪在主线面前 华贵 跪到他自己 知道问题错了在哪里 这也是一种惩罚 但是华贵 在他身体没有伤害啊 就会跪在那里 让他自己好好想一想 但是现在我们就舍不得啊 跪没多久 爷爷奶奶就把他抱起来了 太久了 就起来了 你看家庭是不是都这样子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不让他跪 这小孩子 反正等一下爷爷奶奶 就回来把他拉起来了 对不对 他已经知道你的剧本是怎么走的 对啊 所以没有用 今天问题是在哪里 就是因为少子化又不重视 小孩的这个 基本的小孩的这个 道德教育 伦理教育 因果教育都不重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指望学校 对不起 学校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你家庭教育就做不好 家基人做人处事到底都不懂 他学校怎么会教你做人处事到底 赛老师讲的这个真的是很中肯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的那个 他是高薪 年薪四百万 好厉害 夫妻个别喔 都在外商 然后他一个小孩是 可能彰化阿嬷带的 然后阿嬷怎么宠他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那个孩子的车子啊 就是有没有 那种车子 玩具车 大的车子 那小孩可以坐在里面 看电视 他就在前面 所有的人看电视都要 那个以前的竹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 那种竹子的那种 这样 那结果他就孩子在前面 结果大家看电视 是在后面 就是看电视是看孩子那样子的 这样喔 好 这个孩子从小 就被受宠 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 可以偷改成绩 为了要讨好父母亲 然后自己那个成绩就 这观念是错误的啊 因为就一个而已啊 对 所以 过于宠了 那阿公阿嬷 当他的靠山 那你想他国中可以 自己改成绩 那他以后可以做什么 对啊 那就会欺骗啊 诈骗啊 什么的可能就来了 这是真的 这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赚再多的钱 也没办法救回来 所以为什么监狱也好 对对 你讲监狱 所以东东你跟蔡老师 常常去少官所 看到一些未成年的孩子 是啊 有啊 这些案例应该可以分享吧 有一次我们两个 大概二十年前嘛 快二十年了 在土著少官所演讲 演讲完了 一个小朋友走过来跟我讲 老师 我是黑道帮的帮主 我底下有三十六个成员 你知道他还几岁 十... 十几岁 十四岁 十四岁还是十三岁而已 黑豹帮的帮主 底下有三十六个成员 最大年纪三十四岁 四十几岁 都是他的部下 有厉害吗 有厉害 这个小孩子呢 我们一路上 怎么对他呢 把他带到我家 老家那个新瓦金医社 去打坐 然后后来呢 他从土著少官所呢 移到北极 那个中央中路五段 台北俄福中心 然后这个俄福中心 算是医务院 然后后来在里面打同学 那俄福呢 就把他送到管信 送到罗东那个 慈怀园 慈怀园 慈怀园是管信中心 然后我们又去看过他 然后一路鼓励他 你看这小孩子 从黑道的帮主 到上山 我叫他备薪金 然后这个 帝章节 那个大悲咒等等 有一天带个女朋友来 基金会 今年 去年 过年还跟他一起吃 我们请他吃年夜饭 那是等于是回老老家 因为他就相处这么久下来 对 你看一个这样的 回头事案 一个这个 这个浪子回头 你看今天他还有女朋友 今天还可以找个工作 我说你在做什么 他去帮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地下 那个 迁堵集团 迁堵集团 那也是不好的工作 我有跟他讲 你可不可以离开 你怎么去帮助迁堵集团 他说在里面 其实也不是 还没到集团 也差不多了 就迁堵了 那也算一个工作 因为薪水比较高 那我意思是说 他算牌 这什么 这小孩子总算回了头 但是他没有吸毒 不暴力 这样子 不暴力 当黑道帮的帮主 也不简单 我是说他后来改变 对 改变 你知道 我们这样讲 这个孩子在 还有哪一些人 全世界一个人 还有 我在台中 演讲完了 有一个人 跪到我面前 堆一杯水给我 台中监狱 台中监狱 我是 我就是阳明山之狼 哦 哦 名气怎么大 那个夕阳 阳明山之狼 你知道吗 迷奸了三十六个女孩子 不是 闹得很大吗 杨双武 杨明山之狼 杨姓寿 寿型的那块叫 杨瑞仁 这个国际条 不要讲人 对 人民不能讲 这些不能不能讲 这些都在监狱里面 其实分到了 其实都是一个我学弟 那你看这个 老师我就阳明山之狼 说 老师你也讲到我很感动 老师 我发誓 我离开监狱以后 绝对不再做坏事了 诶 这小孩真的出来了 现在回到花园去 默默在花园工作 对啊 以前做错事 可能是一时了 最起码关了这么多年下来 他现在也出意了 假释出来了 没有再发生事情了 是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一个洋 洋 洋性受刑人 然后也假释出来了 最近看呢 浩鼎以昌 那个热 热是什么 热 股票是热什么 墨金主 就是他 对不对 其实在监狱有很多的那种 吸毒的朋友 然后因为同宅的影响 对不对 不是人 没有办法改变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因为你这个错误的观念 挪用公款 百亿 让那个国际票务的经理 从楼上跳下去自杀 那个罪很重 对不对 你在当兵 我们叫做当兵好了 还赚了很多钱 当兵还赚钱 你不可思议 在里面可以赚很多钱 出来以后 变大条了 为什么 变成大金主 因为手上有一大笔钱在 这样 你说怎么会改变 没有改变嘛 对了 不然怎么会 那股价拉得这么高 现在摔到一塌糊涂 结果查出来 竟然金主没有罪 炒股票没有罪 金主没有罪 对 所以很难 你注意看看 坐牢以后 不是出来会改过相产 有的是坐牢出来更大条 更大 其实完全在信念之间 一夕之间去改变 那当然你们去的 那么多的扫官所 看到那些孩子 寿星人 所谓更生人 他们这些的同学们 大家的一些过程之后 也感慨良多 但是实际上来说 还是要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你说要他们去改变 可能十个里面 可能五个 有一半能够改变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成两成就不容易 对 那这些孩子们 如果能够从小 父母亲就给他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而且不要让他予取予求 久了以后 他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待会就要跟朋友们 来分享 好 所以为了避免让孩子们 出生之后 让他教育成长的过程里 因为父母的宠爱跟溺爱 变成了予取予求 之后呢这个孩子 未来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我只要吵 只要闹 只要凶 只要骂你 你可能就给我 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其实这种的事情也层出不穷 希望我们的家长们 大家喔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从黄金期就开始教育 要建立正确的观念 这样呢 孩子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而且有正确的人生观 才能面对未来更多的困境 更多的挑战 这才是最正确的 好的 要跟朋友们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